通灵大人安好 哦 等等 然后左右看看四周有没有人 就弯腰把白衣打横抱了起来 一个闪身就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他小心翼翼地把白衣放在床上 我给你解写 大人就不许出声 知道吗 是 白衣点点头 通灵大人 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暗衣从自己的衣精里拿出了一枚玉佩 正是严恒交给他的那枚 白衣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不是幻颜阁的会员打折令牌吗 你别误会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这个给你 你帮我买回来二十片面膜 两盒幻颜霜 然后从身后的枕头下面 拿出了几张银票 这也够吗 白衣嘴角带着笑点点头 暗衣又想起严恒的交代 便马上又说道 这件事谁都不许说 知道吗 如果有人问起来 就是你自己用的 你埋好了以后 来我院子找我 如果泄露风声 你就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 我还要去王妃的院子里 我带你出去 换班的安卫 直接从大门走了进来 几人相对 大眼瞪小眼地看了半天 大扫好 统领大人 我就先走了 您先忙 你们太闲了 血量量加五倍 姐 阿姐 不错 西人就拍了拍 席渊的肩膀 席渊感觉肩膀疼 整个人都把握不住了平衡 根本反应不过来 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太弱了 这都禁不住你姐一巴掌 是啊 姐夫你多厉害 都能让我姐扛着满街跑 这次 严恒败 小舅子回来后 日子鸡飞狗跳 而且只吃过一次肉的严恒 再次吃素了 西人正在对着上本 严恒从外面走了进来 还在忙吗 是啊 好多的事情啊 然然 我教你写字好吗 整个人从后面拥抱住了西人 金瘦的手臂握住她的小手 对 就这里 要有棱角 要轻轻地 慢慢地 严恒的声音越来越小 眼睛的视线 已经不在桌上的纸了 而是盯着 西人白皙的厚薄梗 情不自禁 薄唇就贴在了薄梗上 一阵苏麻袭来 许久过后 发际已经披散下来的西人 看着依旧衣衫不乱的严恒 怒火横生 看看自己 头发散乱 衣衫都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严恒知道自己错了 赶紧帮她穿衣服 整理头发 西人看她的眼神 就不对了 这些日子 都没有那么什么的 结果这人随身就带着药丸 这是做的准备 有多齐全 现在 讲究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